我想我們針對於5310這個二十多歲女性的個案來說明 這個個案在5月20號的時候 下午有頭暈鼻塞的現象去診所就醫 那在稍微診室之後 得了藥物就回去 那5月21號跟22號呢 他繼續上班 上班期間他都有戴好口罩 那但是症狀因此而逐漸的變惡化 在5月23號的時候 在早晨有發燒 因此又到診所就醫 那就診的時候 醫師發現到他有發燒 因此就建議轉院 轉到醫院急診就醫 那經過診室 那一室是感冒 也得一些藥物回去 那發燒持續 所以在5月24號的時候 到醫院急診就診 就診之後 經由快篩 這個核酸檢驗 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 因此這是他的整體的就醫的狀態 那我們入境的追蹤 是從他症狀出現後的前三天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5月17號 5月18號 5月19號的他的足跡 17號他依然在這個 職場上班 但是同時在當天的兩點鐘到兩點半 與他的板橋的同學跟媽媽有一個接觸 那5月18號的時候呢 他也在上班的期中 與台北市的顧客接觸 那5月19號全天 病患是休假在家 並沒有外出 因此他的足跡 大概最主要的還是在於 他的上班地點 以及就醫的過程 那從此來匡列他的家人 在5月24號確診之後 我們在下午1點13分的時候 總共將他的家人匡列了7位 同事有7位 新北的有3位 就是包括他的同學 還有他的母親以及顧客 那醫院的醫師有一位 所以目前共匡列了18位 需要做居家隔離 而本縣有15位居家隔離 已在隔離中 目前在防疫旅館的有7位 那住家一人一室的有8位 那另外3位是屬於新北的個案 新北的居家隔離個案 因此我們轉給新北的衛生局 請他們做後續的追蹤跟處理 那因此我們在這邊呼籲 曾經出入相關場所 在6月8號之前 請自我健康檢測 若有一些臨床上的症狀 包括上呼吸道腹瀉 嗅覺味覺的異常 好等等的話 應配戴衣用口罩 儘速就醫 不得搭乘大宗輿術工具 可以打我們的衛生局的防疫專線 822-6975 822-6975 我們會安排就醫 對 我們會安排就好了